再举个例子好了 黄河天之水天上来 哇 这李白的诗 我记得我小时候念这个诗的时候 我有点讨厌因为要背他 但现在50岁了 我觉得这个讲得真好 我觉得李白真是个大天才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就告诉大家说 说我们对赫尔门的反应也是如此 有时候呢 那个年纪的时候 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那个年纪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人他在南县门呢 他就会让他长得快 但是长不高 那有的人呢 他对南县门的表现呢 就叫痘痘 熊腰 虎背 或者脾气暴躁 那原则上 这个都是南县门引起的 但是这不一定是绝对之高 这有时候是敏感度高 那SP可以降低 皮肤对南县门的敏感度 懂吗